勾勋 丢中哪里 去哪里 Let's go 我们今天开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 before拍的时候 我们在玩水的时候就有跟其他工作人员聊到 发现我们三个共同点都是家里的 都生子或者是长子 长女 整个面到最大的那个啦 精神之柱马上行不上去 其实我跟Livian还蛮常聊的 因为我们都是那个 刚好我们是童年 然后刚好又是家里的长子 长女 那刚好我们都是天秤座 然后我们就拉着那个家走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们很少跟竹哥这种神话级的人物呢 一起聊天的 因为太难遇到他了 你知道吗 就像Pokemon里面的神兽这样子 当一个solo的孩子啦 会很大压力吗 其实我在你身上我是感受 我没有感觉没有 但是我是觉得你不会啦 你过得还蛮自在的啦 有很多人问我 像是说我老婆也有问过我 他会讲说尤其是看戏那种啊 他有时候其实你有没有感受这样子的 我就讲说没有我其实我是习惯的 我小时候真的 因为我有表妹我有表弟 就是家族里面最大那一个 我有一个隔三年的那个表妹 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妈很疼她 因为我妈妈是很疼小朋友一个人来的 所以她一买完具给她的时候 我就是很讨厌 我真的是讨厌到那种 妈你这么多买完具给她 然后我的表妹又很很很爱黏我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其他地表妹出现 然后好像那种上下楼梯啊 她就这样牵着我的手啊 嗯 然后跟我走这样子啊 我是很厌房那种甩开她的手 就是推她下楼的 就是说没有这样子的地步啦 这个只有你来做吧 我没有 我还好 因为我觉得第一眼之后我们看到你的时候 我们觉得你还蛮冷的 就是很怕麻烦的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是碰到蜜亚的时候 因为我穿外套是吗 做家里唯一的一个孩子啦 你会不会有很大的那个压力 可能没有 我怕觉得你会比较的 因为你是家里的 我觉得说如果是独生子是不会有压力的 因为独生子就是我照顾好自己 你不会觉得说 爸爸妈妈可能以后老了啊 然后你是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去帮你 分担照顾的这个责任 就比如讲老了总有一天会有病痛啊什么 然后你就是一个可能要应付两个爸爸妈妈 我反而觉得说 因为我有看过就是有兄弟姐妹的丢来丢去 对 所以未必来有多我会觉得说是好事啦 你是觉得 诶这样子反而更清楚是因为爸爸妈妈一有事 就是由我去 由我去照顾 这是很自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觉得反倒少了 至少和我是啊 和你们不是啊 我们也是 是不是 你现在也是这样子啦 其实 就是我爸爸还没有离开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比较OK一点的 其实我是这样子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太大的压力 是我觉得 全部东西啊 基本上都Full Bar 比如讲爱情Full Bar 家庭Full Bar 事业也是处于一个Full Bar的状态 因为上升的很快 对对对对 我跟我老婆讲 我觉得我 安逸到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是 但是我觉得我冲的太快了 我不认我几时会突然间 Woo 下来 所以 当我老爸一离开的时候 我就觉得 OK 你之后真的是要去面对很多东西了啦 以家人之名讲的那一句 人是会一瞬间长大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的 我反而相反的 我不敢去想 我从Full Bar开始就去打工了 我什么工我都做过 我 甚至做Promoter 做Cashier 去工厂打工我也做过 我也是做过很多鬼 是不是你就觉得 因为我是长女嘛 我就想说OK好去做 就看什么就补贴杂用 可以做就做 因为我妈妈是完全的家庭夫妇 所以就只可以靠我 然后 其实原本我 有可能都不会当人家的同事 因为 我从Full Bar毕业之后 我爸爸其实叫我不要上来念书 所以我家境本来就不好 我就给我爸爸吵 我爸爸一直都不要给我上 叫我做SPM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很幼稚的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给我去读的话我就跳龙 他们就觉得 不用去让远 在那边也可以做 因为他们对钱没有什么概念 就觉得你去让远他们也不懂你会做什么 只是觉得去那边的花费很大 我记得第一次 我的学费其实也是没有的 然后 我之前我的姑姑过世的时候 我很难过是因为 我要上来读书 我第一笔钱是 他给我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还来不起报文啊 然后他去过世啊 就是突然间跟你爸爸说一样啊 就很健康啊 突然间就过世啊 所以我就会觉得 我更要对父母好咯 每次出国我就想说 我从小 其实我家里就没有车 我爸爸是这样做的 去旅行都是我姑姑他们带 所以我跟我弟弟去 就没有感受到自己家里的那种 就是四个人也去旅行 我就想说 OK啦 我努力啊 我要赚钱 就是每一年带我父母去旅行 这样子 可是我爸爸脚越来越用力啊 就变成我只可以带妈妈去 所以你看 我觉得就是 身为长子 长女或者是独生子 最大的那一个哦 会有自动的一个功能是 学会去感受这一切的哦 真的 还有不要让父母担心 每次我 你们会觉得累吗 会会会会 难免的 但是你觉得这个 就是一个责任 改变不到的命运 我问你们啊 就是因为你们已经 就是长大了吗 然后你们的弟弟 也是开始长大了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就是把这个重担也帮给他们 没有讲帮啊 但是我觉得 大家要有一个 我们广东话讲 甚至有啊 你明白我 我明白你 大家不需要分得这样清楚 去一起扛起这个家啦 which我很幸运是 我弟弟虽然小我三岁 但是他他成熟过我 这个是我找到的地方 是因为他18岁就出来这个社会打听了 所以他的想法是比我成熟很多 跟他相比之下 我反而是像家里的小儿子 他像大儿子 像我有分享过就是 我觉得我小时候 我不喜欢 弟弟妹妹表弟表妹啦 做的一些事情嘛 你们的回忆里面 有没有这样子难忘的事情呢 一定会有啦 例如 例如 最印象深刻 应该是讲 我自己很爱欺负我弟弟吧 真的很爱欺负 我很爱欺负 就是 摆明没有事情的 但是我就一直撩他 可是你撩他原因是因为 你讨厌他还是什么 你想要逗他玩呢 所以啊 总之就是爱欺负人啊 讲到玩 有时候就是 我也不算是打了 就是推啊推去这样子咯 有一次只要逗的就是 我们两个在念的中学 然后就开始不爽啊 不爽啊 推啊推啊推去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 真的太用力了 然后我就一脚 踢去我弟弟的肚子 然后我弟弟整个綁在墙面 который就这样子 他就这样子 吐血 然后他就默默的静静的走出去方向 哦 他真的比你成熟了 然后我就 我抱歉 就是你也懂是不是 会很累久 你的错是不是 幸好是我跟我弟弟真的感情很好 虽然他很害羞承认 但是我们是感情很好 什么都可以谈 我跟我弟弟也是感情很好的 可是小时候一定会有那种很顽皮的时候 我就压他咯 1 2 3 我赢了 然后你有没有讲说 我是姐姐你要让我 他没有的 他整个把我抓起来甩下去 我也是跌倒很痛 我忍着不要讲 你不会羡慕这种吗 你习惯solo的方式 我习惯了 那是一辆Altramenta 如果你给我有了选的话 想要打 就是有没有要哥哥或姐姐的话 其中一个的话 我会反而想要姐姐 因为我看到很多学校里面就是 就是我的朋友 然后他有一个姐姐来保护他 姐姐比较会保护 哥哥反而会欺负比较小的 如果在叛逆 你有事会想要一个姐姐吗 我反而倒还好 你觉得没关系就由我来扛吧 姐就是最大的 没有想过 有啊我希望有个哥哥 这样子的话 男生要姐姐女生要哥哥 我曾经有想过要姐姐 但是当我看到身边的 很多的一些案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重点不是在于那个人数 而是在于上升的有几个 哦也对也对也对 这样如果给你选多一次的话 你要选当大的那一个 还是当小的那一个 小的咯一定咯 真的啊 一定啦 你会觉得有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个人冲在前面先吗 可能我的性格不是那种 我是老大的那种性格 不是吗 我是很happy go lucky 的那种人吗 你 我反而会觉得我还是会选 当很大的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跟我弟弟感情太好了 可以再选的话 我还是喜欢他当我弟弟 我也是会想要当小的那一个 因为虽然我就是 一直都没有太大感触 觉得说啊 如果有一个弟弟或妹妹 哥哥或姐姐怎样 可是我会觉得 人越大了之后会发现 自己有那个性格是 坚强太久了 嗯 啊 然后你也不可能就希望就是 你的父母一直照顾你这样子 可是如果有一个兄弟姐妹 就照顾你的话 就可以让你有 变弱的那一刻的话 其实蛮好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跟内 你们是爸爸的 到现在哦 其实为什么我 不会想要结婚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太难了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跟我一样哦 就是要承受你的东西 所以我不敢去 面对这一步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 就是照顾好自己 可是我反而觉得说 因为你还有心力的时候 你要陪他一起去拼 还有就是 度过这一切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人生 一定要过了一个东西来的 你是逼不到了 真的逼不 我也是建议你哦 就是我 我现在我跟你同年嘛 其实我已经觉得啦 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子 熬夜不会累啊 运动 那个体力无限啊 不是 所以我觉得还是 早点拍一下 哇 开始蚊子了 不要了 走啊 这镜头也很美一下 我understand就好 哦 你们这么过分的 刚才叫男生出来 就是这样 要不要给我一起看那种天空美美